我公司突然抓了一集 老板找不到 欠了我的薪金 应该怎么处理 OK 斯坦不用紧张 我是劳资关系科的劳工事务主任 我姓何 我们会尽力去帮你 斯坦 贵姓 我姓杨 这个我儿子是Ben 那你怎么帮我 我们这里专门是为雇主和雇员提供咨询 和调停服务的 解决你们的劳资纽纷 但我老板已经找不到了 还怎么调停 那我怎么可以拿回薪金 杨先生 你放心 我们会尽力联络雇主 如果最后发现雇主破产 或者公司清盘 令你拿不回薪金的话 我们会协助你向破产献身保障基金 申请个特位款项 过程间 如果发现雇主涉嫌违反雇傭条例 案件会交由我们的雇傭申索调查科 进行调查 如果有足够的证据 会再转介给我们的检控科 向雇主提出检控 原来劳工署帮市民做这么多事 我之前还以为你们只是帮人找工作 其实我们这个劳工事务主任职系 真的负责很多饭 除了就业服务 劳资关系 雇员权益 和政策支援之外 我们还会推行不同的宣传活动 提高市民对劳工法例的认识 和推广良好的人事管理措施 我们的同事也会不时检讨劳工政策 你们真是劳工事务的专才 杨先生 那你会不会都想找工作 我可以去和你找就业科的同事 看看能不能帮你 我给你提供唯一条龙的服务 当然是好 Rachel Tony 这位是杨先生 他想找工作 看看有没有可以帮他 杨先生 你好 你有没有说想找冰锐液的工作 其实我老板突然声不出 就失去了钟 搞到我突然没了份工 我的家的价格还是很混乱 刚才和你们同事聊天时 发觉你们的工作都很专业 可不可以说一下你们当初 为什么会选择这份工作让我参考一下 因为当然没问题 其实劳工事务主任的工作 就相当多元化 由服务市民 执法 政策研究 宣传策划 以至行政管理都有 部门也会定期跳派同事 去不同的工作岗位 加强他们对不同劳工范畴的认识 好像我自己为例 我都做过不同的工作岗位 例如之前在雇员补偿科 就负责帮一些因工受伤 或者患上积极病的雇员 根据雇员补偿条例的规定 获得赔偿 之后我就被调派去到 外籍家庭佣工科 就向这些外勇或者他们的雇主 宣传他们的权益和责任 现在就负责帮求职者找工作 说真的 其实每一个工作岗位的性质 都可以说是很不同的 那你就真的适合了 喜欢学新东西和接受新挑战的我 而我就很喜欢和人有关的工作 努工事务主任即是可以接触到不同阶层的市民 工作性质比较互动和有趣 就像我现在这个岗位 我可以和不同背景的求职者见面 去了解他们的就业需要 再分析和建议一些合适的工作给他们 那我记得有一次 一个成功找到工作的市民 特地回来多谢我们 就是令我认为这份工作很有意见 听到你们的工作都很多元化 以及以人为本 其实你的工作这么专业 又要涉及这么多范畴 当初选择这份工作的时候 会不会担心自己应付不了呢? 其实我在入职之前 已经做好研究了 就知道劳工署都有提供不少的在职培训 例如卫生同事提供契道货情 这样就认识劳工署不同科别 以及与劳工署有密切联系的政府机构 以及部门他们的工作 同时亦都有一些认识过程 以及不同的工作技能备分 新的同事在上课的时候 还可以与Bashmay互相交流 一些工作心得互相支持 我现在与Bashmay都仍是很朋友的 同志天我们做一个有半计划 会由教资深的同事去带领新同事 认识部门的工作和理念 可以增加我们对部门和职系的归属感 部门亦都会举办一些内地和海外培训 压力管理工作科 劳工事务主任职系研讨会等等 课程都真是爆落万有的 当然还有同事之间的支援 是会杨先生听完我们的分享 会不会令你对运工有更加清晰的方向呢? 会哦 我想大家都很想找一份 適合自己的性格 有意义 亦都有足够支援的工作 我听完之后 都觉得你们的工作相当吸引 我想我儿子都会很想加入你们的大家庭 是啊 真的听完都觉得有点心毒 那你们的入职条件和晋升阶梯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欢迎收读任何学科的大学毕业生 投考二级劳工事务主任 由于我们的工作和社会民心息息相关 常常都要接触不同的持份者 有智商 有使命感 和良好的沟通技巧 这些个人特质就一定不赦得了 另外我们都需要有较强的分析力 和敏锐的社会触角 懂得认辩才可以与事并进 制定合适的劳工政策 贴心服务市民 劳工事务主任职系 一共有七个职级 由二级助理劳工事务主任 制度副处长 张星辞景 相当不错的 那你们的工作难不难考 可不可以给一些提示给我的儿子呢? 没问题 在申请这份工作之前 你可以先浏览劳工署的网页 了解我们的最新道向和工作 还要留意时事 尤其是一些劳工议题 要懂得从多角度 去分析一件事的好坏和影响 另外你也可以去立法会的网页 看看别人事务委员会的文件 尝试去了解和分析不同的劳工议题 你好 大家好 华先生 你今天来就要中心开会吗? 是的 顺便来和大家打气 听到你们刚才和两位市民的分享 完全感受到你们的专业和工作热成 真的要给你们个赞 如果你敢于面对挑战 乐于尝试多元化的工作 希望投身一份很有意义的职业 欢迎你加入劳工事务主任职系 成为劳工事务管理的专才 大家机会立即行动啦